看就是發現了一點點 壁滑不去 啊啊啊啊啊啊啊 是中部 天 哇這麼快睡著了 我 被優先告知需要 趕快處理的項目就是 我 已經算是 你有 你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嗎 今天小聲小聲一點 我們今天算是你的 100天減肥計畫 應該是第二集了 這一集呢 因為我們上一次 有見於那個五公里 跑得非常辛苦 看起來已經半條命不見 所以今天 我們要來 健康檢查一下 對 因為對於身體上的了解 目前我覺得 我完全沒有健康檢查過 你有健康檢查的經驗嗎 這麼慎重跟仔細的沒有 就是學校那種一般的 就只有那種 道指檢查的 好那我們今天 將做一系列的檢查 稍微了解一下我們目前的身體狀況 對於接下來的訓練安排 也會比較有幫助 也順便看一下 我們兩個目前現在身體 有沒有什麼 不太好的疾病地方 需要調整 更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對啊我們今天穿了 跟那個 一套制服 你看多舒服啊 寬鬆休閒 穿著穿著睡覺 好了 開始 檢驗 Go 第一站 目前要來做 腹部超音波測試 不知道是不是在檢查 肚子的曬會不會太多 腹部要測試什麼 有點緊張 那我們開始囉 好 我們會看肝膽移皮腎臟五個器官 好 身上呼吸 這裡都是肝臟 黑黑的線條像樹枝一樣 那是我們肝臟的血管 哦 還有是什麼拍咪啊 它看起來算健康嗎 目前這樣看都還好 哦 沒有看到什麼意思 我們主要會看器官的大小結構 跟裡面有沒有什麼東西 膽大科嗎 膽正常大 膽大驚人 剛照完了肝臟皮胃 什麼內臟的部分 接下來是心臟 因為我家有那個 遺傳性的心臟疾病 所以我想說 多檢查一下這個項目 好了 安心一下 裡面有東西在甩耶 對 那個 是瓣膜 在甩動的就是瓣膜 那這個因為我們 數據以下都比較多 會在有那個 心臟的專科醫師那邊 還要在進步的看 所以要到正式報告出來 才超一間 我們的影像都會是 有各特的專科醫師 在進步的去做判斷 嗯 所以現在算先錄影拍照 對 我會把影像都留存下來 然後醫生會再照那個 數據的影像 再去打發照 欸 心臟好可愛哦 I can say hi 你到時候就在看那個 數據的分析 到時候就在看那個 數據的分析 OK 就報告會比較完整 好的 這樣出過看就是 發現一點點 閉嘴出去的狀況 他那個 按摩一直在那邊甩動 很可愛耶 嗨 嗨 嗨 還會聽到那個 心跳的聲音 這跟我肚子餓的聲音很像 好 準備來看一下 聽我們縫底鎖 我看起來他是 我是希望他不要太多狀況 因為他其實有多毛很多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內臟構造 有多長毛 我猜應該是很大顆 很壯 這裡是肝臟 哇你的豬肝很大一片耶 剛剛有脂肪肝 真的喔 剛剛看就有了 對 來吸吸吸 吸 肚子苦苦的 脂肪肝是肝臟外面包成 包著一層脂肪 裡面都是 喔是裡面 肝臟是肝細胞裡面 我們脂肪含量過剩的時候 你在這個影像上看到肝臟會整個亮亮的 你看他的血管其實很不明顯 那你剛剛血管非常清楚 因為他會遮到 所以那就是脂肪的 脂肪是關係 因為他在超越多鹹 也會亮亮的 他就會有你的那個正常體質 你愛注意啦 你剛剛那個是黑的 對啊 你也加油 抱歉 看不到 我們分清中重度啦 脂肪肝 這樣是穿什麼度 大概是中度的 天啊 不會怕打針 臭血 是騙人的 我其實有點怕 而且這樣刺刺就很痛 還好嗎 會不會投運 不會不會 吃一消毒喔 喔 喔 接下來身高體重 接下來身高體重 最赤裸的時刻 最赤裸的時刻 好 看一下來囉 太公布你的身高嗎 對啊 身高體重 173.2 欸為什麼沒有體重 我們等一下會測跟體脂肪一起測 喔 61.1公斤喔 最近有稍微變瘦一點 所以我的體脂肪現在15.6% 不是很好 繼續努力 下面一位 177耶 沒有得給我耶 現在測體脂肪 OK 體重89.3 不要自己不講 都以為我們不會去看好不好 喔 欸有變瘦耶 26.7 體脂肪26.7耶 喔 我卡卡5X喔 我們那時候在其他地方量 他的體脂肪大約是 29 30 所以這陣子有密集騎車稍微下降體脂肪 26.7 可是體重沒有什麼變 他之前就大概89 所以 接下來100天 我們的目標就是體脂肪下降 體重也稍微下降 你已經空腹多久了 昨天晚上6點 到現在 就沒有吃了 現在已經9點了 已經過了18個小時 不好意思我先吃了 因為我已經抽完鞋了 接下來大家還要坐腸胃鏡 先乾胃鏡 排空一整個晚上一直大便 我現在手四隻都無力耶 超累的 來喔 乾杯喔 下 右左 摺層一下 還去看梁澤未吃早餐給我看 我現在今天為了我多做了一個腸胃鏡啊 然後 醫生為了要評過麻醉的危險性 所以我還要去做 多做一個心電圖 還有X光 就是要確認等一下麻醉有沒有危險 那如果沒問題 我就可以順利去做腸胃鏡啊 我現在滿緊張的 因為 我就是為了腸胃鏡 一直晚上沒吃東西來拍空 先擺好姿勢之後 你再會讓你睡著 睡著之後幫你做檢查 一直到檢查完成 才讓你清醒過來 睡成的過程當中 你就是在睡明中靜心 好 那因為腰跟技術進步 所以告訴你 你不單會睡得很緊 睡著 而且睡得很輕鬆 睡得很舒服 好 那之後啊 也不會亂負作用 我剛剛一看過你的X光 別人心電腦就很緊張 他在那邊手裡 所以今天我們可以很順利 幫你靜心 你把你戴上臉 使用水 你就是一樣很半 把你每個三到五分鐘 幫你吃兩部血量 預計 在一分鐘後 我們就進入一個深度睡眠 這樣子 哇 這麼快 睡著耶 再開一點對不對 OK 他慢慢再 你一切健康 沒有任何東西 你的裡面非常乾淨 超光滑的耶 醫生稱讚 而且都沒有吸肉 對 醫生只有稱讚 不用再睡了 像你們在跟他講一樣的事情會 忘記嗎 對 大概要再洗一點 奶奶們再休息一下喔 他實在意 不用多花錢 他已經檢查完畢了 剛剛那個畫面有點出目驚心啊 在現場看真的是 哇 那個管子這麼長 直接伸喉嚨 伸屁股 哇 我在旁邊看覺得很可怕 但是 等一下我們起來 採訪他一下他的心得 因為我在旁邊看覺得很痛 那個醫生就是擠一點ky 就直接進去了 然後那個速度也是這樣 那個畫面太可怕了 就 不忍心給大家看 但重點重點 就是他很健康 他裡面沒有什麼多餘的洗肉 或是不好的東西 他剛剛在半夢半醒之間 只在意一句 喔 太好了 我不用多花錢了 因為有洗肉切除的話 就有手術費用 我們已經完成早上的一系列檢查 接下來在報告出來之前 我們會有吳院長 現在幫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目前看得到的這些報告 今天的這個健檢到目前為止 報告已經出來的部分 大概有將近九成 來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過關 對 這一張是100分 感謝 頒發獎帳 感謝醫生 今天我們 下一位同學 可能是 可能是非常那個 勘慮的 就麻煩醫生 幫他做一個深度報告 沒問題 沒問題 緊張 你會不會緊張 有一點 不要這麼悲觀 第一個來 第一個 就是177 體重是89 所以你的這個BMI就是28 89為什麼要 就是 有點超過 有點超過 不是有點超過 是超過很多 那體脂肪是26.7% 紅血球 白血球 血小板一樣 都正常沒有紅字 111 正常人大概是40以下 40或50以下 我們標準比較寬鬆 大概做到50 通常比較高 大部分的原因 不是肝炎 不是B型肝炎 大部分都是脂肪肝 這GAMMA GT 通常是跟喝酒有關係 完全沒喝酒 完全沒喝酒 是不是 如果完全沒喝酒的話 通常有些時候是膽結石 好等一下我們看一下肝炎 超賽 有沒有不一定啦 不一定不一定 我們等一下超音波看看 膽道有沒有問題 尿酸稍微高一點點 好 所以你就是平常水喝的比較少 可能 有可能 還是要多喝水 好 那血糖的部分 換前血糖是到126 然後糖化血色素是6.7 血不厚 滿香都厚 你知道糖藥 你知道自己有糖藥病嗎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一般我們是這樣子 糖化血色素 小於6就是正常 6.0到6.4叫做糖藥病前期 那6.5以上就是糖藥病 所以等於是你目前血糖 已經是太高了 血糖太高 但是我們現在要告訴你 就是說你是可膩的 你在這個時間 你如果不好好的去把握住 讓它倒回去 你可能在5年10年 你就沒有機會倒回去 因為那時候 就已經變成真正的糖藥病了 好 那我們直接看答案 看答案 怎麼樣逆轉 第一個 改變生活習慣 要做到下面這四件事情 第一個 飲食控制 DGI 就是澱粉類的食物 米飯 麵包 白麵 超愛吃白麵 而且就是甜 含糖的飲料 汽水 喝下去馬上血糖就高 乾麵配可樂 對 那個就是最不好的 血糖很快就會上升 然後第二個就是總量管制 總量管制就是說 總量管制就是說 因為我們每次一吃東西 血糖就會上升 那你就吃少一點 吃少一點 讓它不要一直上升 一直在增加這個 胰島素的這個分泌 第二個想辦法 BMI小於24 我們剛才講 你有13公斤的努力空間 那控制體重 大概就是飲食控制 運動嘛對不對 入不敷出它就會瘦 攻過雨球它就會胖 很簡單 那第三個就是運動 運動的話 運動的話 每週運動5次 每次30分鐘 每次心跳 要達到110下 那另外這個 血脂肪 酸酸甘油脂也是偏高的 酸酸甘油脂正常是150 你是154 所以也是偏高 短固醇正常是200 正常是200 你是200億 那壞的短固醇叫做 低密度短固醇 正常是130 你是148 所以也就是說 你有一些 血脂肪異常的問題 這個通常叫做 代謝症候群 我會代謝症候群 其實 一開始進來這個團隊啊 想說 只是 剛好缺人手嘛 然後 進來客串一下 角色 只是 想說演一個 比較北藍的人 我是覺得 可是有時候 看你們那些留言 我真的覺得 我不是故意 想要呈現我胖的對照組 有時候走在路上 待會先看到我 那個胖胖的 天母鳳梨索 小優加進來之後 也是一直恥笑我的肥胖 然後 或者是 弄些 有沒有的橋段 乾了乾了乾了 都是 都是在 都是在恥笑我的胖 可是我 我真的也不願意耶 我以前也不習慣 自己突然變那麼胖 我吃東西才會紓壓嘛 我跟你講 我從這部企劃之後 就當作是最後一部企劃 我就會改變我的人設 不是只有 胖 才是你們娛樂的焦點 懂嗎 我是超越哲瑞 我的帥 就在於我的臉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 報名像這種 比較尊榮級的VIP方案 還有像這樣 專屬的VIP休息室 因為隱私性的問題 如果你擔心 要跟大家在大廳 一起有一些 重疊 然後被認出來的可能 你也可以像這樣 預約比較頂級的方案 專屬的VIP休息室 欸 你已經換好了 好嗎 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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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一講你眼睛就閉起來了 眼睛看見你 有時候 麻醉 沒有可以硬撐 沒有 但是直接睡著 你可以拿起來讓他 那你褲子可以先穿起來了 喔 你還沒穿褲子喔 我看一下 等一下 還有要問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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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